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星期日教室朋友 大家好 有到我们一起聊聊天煮饭的时候 今天会煮些什么 我记得上星期和大家煮过杏瓜 煮开杏瓜 今天也是吃杏瓜 因为这个时候 这个时辰 杏瓜是最美的 我一样 买了杏瓜 洗干净 刨了皮去 刨了纸去 这样就比较公正 切了件 那我们煮什么呢 下道街市 原理我 就上我来煮那些着物狂仔 下道街市 没有 看到这些大芡 很新鲜 很漂亮 今天决定再煮大芡 那我们怎样煮杏瓜 今天我会用到这一样东西 这一碗大家知道吗 今天这一碗是一个粥水 我用一个粥水 用来浸这个杏瓜大芹 这个方面 有些葱段 蒜蓉 甘筍 还有些薑丝 我们看看如何煮 上次我和大家煮鲜油的时候 就和大家说 蒜蓉有些草青味 我们要去一些青味 现在也是 放少许油炒一炒 就像上次蒜蓉 蒜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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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用来 用来 煮了一会儿 酱青味 接着我们就 把蒜蓉 鱼头 冲上去 放少许油 炒一下 炒一炒 好 炒一下 粥水 怕粥水如何 我现在来的 我常常在家 煮鱼头 粥水 先放下 粥水 然后放大芹 大芹 很好的 你回来 用少少淡盐水 浸一浸 沙就会泡出来 如果还是害怕 你就 先浸一浸水 我们放下 煮鱼头 煮鱼头 一打开的时候 我们就放些盛瓜 放下 像现在的蜆 刚刚打开 把姓瓜放下 朋友说 阿祥 为什么要用粥水浸 因为粥水 有些少米香 米的甜肥 会带动到 瓜的甜肥 大家相得抑胀 加上 粥水 会更滑 姓瓜更滑 这个时候 加上瓜 我们先放些姜丝 放些姜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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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 蜆会有些咸味 不要放太重 二磨就不放了 我们放几滴鱼头 放开 好 那一窩 圆窩上都可以 生瓜粥水 浸花鸡 希望大家也喜欢这个菜 在这个炎炎的夏天 这个菜 真的相当天赋 希望大家也会喜欢 拌匀 上去 做一个猪丝 对吧 花鸡 哇 真是很爆满 放些筋 放一点 在表面 做一下 蘸一下 那口汤才可以 放一点 如果有那些 橡木桶 就更加棒 更加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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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 滑滑 滑滑 希望各位都会喜欢这个菜 对吧 粥水 姓瓜 浸花鸡王 大家可以隐形去改变 你们喜欢浸什么都可以 浸着物房都可以 浸 浸 大剑 浸姓子 你们想得到的都可以 甚至乎浸 斑制都很好吃 好 那大家开饭 记住下一个句 Bang Can You Can 再见 拜拜 好 那大家单单 天又开一餐了 天下一条鱼 浸一下姓瓜 做一个沙拉 未必要炒菜 沙拉也可以 那就是当了菜 好 那我们开饭了 对面那个害臭 说不开声 那我们吃饭了 那我们吃饭了